我們剛才Gmail如果我們可以用剛才的這樣子來刪除空間可以少一些 那另外再來一個解決就是Google雲端硬碟 有時候你的Google雲端硬碟太大了 那重點就是一樣喔 我點這個或者是九宮格 我選雲端硬碟都可以切到Google雲端硬碟 Google雲端硬碟 這個地方 怎麼知道 你看喔 我的檔案可能這麼多 怎麼知道我怎麼知道哪幾個檔案最大 我如果能夠針對檔案最大的先來砍 那是不是最有效率 對不對 所以Google雲端硬碟 怎麼從檔案最大的開始著手 從哪裡按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邊 儲存空間 這個字是可以按的喔 請你按儲存空間 一按了之後 他這邊預設就是儲存空間 從大到小 你看這個就400Mbps了 然後這個253 197 184 好 那各位看一下 除了這個是應用程式 假設這個應用程式 我也只能下載在電腦裡面 然後可能安裝或幹嘛 那但是我放在雲端做備份 也可以啦 那假設這個東西 真的 你也這個執行檔 因為後面是.exe 執行檔你也不適合放Google相簿 但是呢這裡MPG 它就是影片 MOV也是影片 MP4也是影片 所以各位可以看其實我自己在那麼多空間 有一大堆是影片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我建議各位 如果你覺得真的我不想花錢買空間 但是那就要保持保持一個 一個檔案 按右鍵 下載 然後突然看到這個不要嚇到了 來看到 很多 我覺得很多人 很奇怪 只要一看到一個畫面 它就會是 無法 下載 我怎麼無法下載 有些人就這樣子 它只是說 無法掃描檔案 是否含有病毒 但是這邊也有 人要下載 真的我已經碰到好多人 一看到這個畫面之後 就以為說 老師 無法下載 居然可以把中間全部省略掉 只有前後無法下載 其實是可以下載的 好 人要下載 然後下載之後 等一下要下載在哪裡呀 來 先跟各位講 有些人的電腦 有些人的Chrome 問都不問 就跟你蹦到左下角來了 通常預設 是放在你電腦的下載區 電腦下載區在哪裡呢 來 各位看這一張圖 這個小小的圖案 它叫做Google 它叫做檔案總管 對 它叫檔案總管 好 我就點檔案總管 下載區在哪裡 你通常在檔案總管左邊的下載 你就可以看到它 但是現在還沒下載完 可以嗎 這個下載太久了 我下載一個比較 我先把它暫停好了 我先下載一個比較小的好不好 哪一個 比如說這邊有一個影片 我再往下 我再往下還有 找一個比較小的影片下載 不然太大的要下載好久 好 這邊有一個長春池 WMV也是影片 其實各位也可以看圖 小圖片 是有個箭頭的 就是播放的 它就是影片 好 假設這個影片 我下載就是按右鍵 下載 它不問我的話 直接下來的話 基本上就是放在下載區 下載完了 你看這邊下載完了 OK 這個還在下載 現在是暫停了 這已經下載完了 它就在下載區這裡 可以嗎 好 我現在知道它在這裡了 那這邊我怎麼放到 Google相簿 九宮格先切到Google相簿 先切到這 然後呢 我怎麼把照片傳上來 我通常先縮 縮小一點點 縮小一點點 然後剛才的檔案總管 也小小的 這樣子 這個影片 我直接按著 從檔案總管按著 拖過來到Google相簿 這樣就要上傳了 放開 它就開始上傳 好 上傳完之後 它等一下就會呈現說 這個檔案已經上傳完了 可以嗎 好 所以我快速講一次 我說 你看現在已經傳完了 它就呈現這樣 已經傳完了 好 但是呢 你可能會覺得說 已經傳完了 在哪裡啊 在哪裡啊 我看一下 其實它這個就在這裡了 但是有些時候 我先講 有時候你傳上來之後 它不是在這裡 我現在可能網路的關係 現在還看不太看不太到 有慢慢看到了 有五十八 五十八秒的 這是太魯閣那邊的 剛才是長春池 太魯閣長春池 這個就是太魯閣長春池的影片 它就慢慢 它可能 反正它就做一些影片 再慢慢跑 這就是這個 但是我要先講 有些時候 傳過來之後 它不是放在這裡 它不是放在這 因為它不是放在今天 它放到哪裡去了 我先講一下 我們剛才下載的 檔案 你要按右鍵 選內容 然後上面有個詳細資料 你要看詳細資料 詳細資料 然後往下 你要看 有時候看到這邊 建立日期修改日期 如果它不是寫十月八 它可能寫2019年十月八號 假設它這樣子 有沒有 建立日期或修改日期 寫2019年十月八號的話 那你的照片 Google相簿的照片 你就要去找 這邊 右手邊這裡 你看右手邊 滑鼠移到右手邊 慢慢動 2019年十月 你就要去這樣找 十月 然後再去找 2019年十月多的照片 放在哪裡 OK 我再講一次 剛才 我們剛才在雲端硬碟 雲端硬碟 請你切到儲存空間 左手邊有一個儲存空間 你點一下之後 它這邊 就會依你佔的檔案最大的 慢慢排到最小的 你就可以知道哪幾個檔案 是佔你好多空間 你看喔 我這邊大概前五個 就大概佔了一G了 就佔了十五分之一了 OK 它佔了很大對不對 那影片 我就建議各位 不要 影片跟照片 不要放在雲端硬碟 請把影片跟相片 盡可能放在Google相簿裡頭 所以我們要下載下來 如果你是一個的 請你點一下 按右鍵 下載 下載之後 它預設 沒有問你的話 它預設放在下載區 有問你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說 我要先把它下載在桌面 還是放在哪一個資料夾底下 OK 那下載到資料夾以後呢 請你在Google雲端硬碟這邊 按九宮格切到Google相簿 那就到相簿了 到相簿以後 稍微縮小一點點就好 縮小一點點就好 然後再找出你的檔案總管 檔案總管打開來 找到你剛才下載的檔案在哪裡 你就把它拖過來 從檔案總管 拖到Google相簿 放開 它就在做上傳了 來我們先請各位 你看看你的雲端硬碟裡面 有沒有照片或影片 我們先請各位 把一個下載 然後到Google相簿去把它上傳 到Google相簿去 可以嗎 各位可不可以坐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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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